大家好我是苹果麦 今天我们很快的来讲一下 如何在你iPhone的备忘录里面还原跟重做 今天如果你辛辛苦苦打好一篇文章 结果你不小心把它全部删掉的话要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就用三根手指头往左滑 这样它就回来了 我再示范一次哦 你只要用三根手指头 然后在荧幕上面往左滑 它就会回来了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重做的话 你就用三根手指头往右滑 它就会重做了 此外呢还有第二种方式 就是用摇一摇的方式 今天如果你不小心删掉这个文章的话 你就摇一摇iPhone 它就会出现这个还原输入的视窗 那你就按还原 这时候它就会回来了 那如果你想要重做的话呢 一样你摇一摇iPhone 它就会出现这个还原输入的视窗 那你可以选择还原或者是重做 然后你就按重做 它就会变成下一步了 那如果你不小心把你的备忘录删掉的话也没关系 在这个目录的地方呢 我们按一下左上角的资料夹 接着你就会在最下面看到最近删除的选项了 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你不小心删除的备忘录就回来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备忘录还原跟重做的教学就到这边 如果你还有任何想要学的iPhone教学的话呢 也欢迎在这里去告诉我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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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